我猜我猜想 周围有伴侣生长 无法放弃 成峰2024已经快接近尾声 每次除了第一名之外 还有一个最佳队长的称号 一起来看看谁有可能获得这个荣誉 如果单纯从当队长的次数来看 这个奖状非其微莫属了 从一公开始 一直到最后的总决赛 他都是队长 无一例外 但是他前两次公演的团战分数都比较低 只是个人成峰值比较高 自从三公将陈丽君留心收入囊中后 团战分都非常高 第一名 选人很重要 三公的Bang Bang 被被选为新选舞台排行第一 四公的华夏也非常然 目前也是排行第一 五公分组他又是队长 总决赛他也被投为队长 看来这个最佳队长的称号 感觉非常莫属了 奈何从四公开始 杀出了一匹黑马陈浩宇 第一当队长 就过得总分第一的好成绩 全员白色西装超级帅 队长当得也不错 五公他依然是队长 而且总分还是第一 这就不得不佩服有点实力在身上 其实是总决赛投票 他的票数是遥遥领先的 如果还是采用这种投票方式 七位获胜的几率不大 另外何杰和陈丽君也还是有机会的 何杰也当了四次队长 除了四公 陈丽君目前有两次 总决赛不算 但是和前面两位比起来 还是稍微差点 小伙伴们 是不是被浪姐五总决赛分组的乱象给整蒙了 作为一个驻足娱乐圈多年的老司机 我觉得这波操作真的有点过于不着调了 首先 让我们来盘点下陈浩宇这个抢手货色组 大姐亲自坐镇 旁边就是尚文杰和万尼达两大舞台扛把子 再加上舞蹈机器正妮可 袁亚维 哇哦 简直就是一支战无不胜的娱乐全能战队呀 票数高达几十万 身价几千万 光芒万丈啊 相比之下 其他三组就委屈一点了 比如刘欣这一伙 朱丹 谢金燕 苗苗什么的 都是退役老将了 曾经可是群方争艳 如今恐怕就是香火旺了吧 再看七威团 虽然阵中有和杰 孙夏琳这些大Vocal护架 但总体票数也就一万多 勉强算得上中有水平 陈立军这一伙就更寒碜了 带着张于希 韩雪等新仔混日子也就罢了 可总票数居然不足两万 说实话 实在有些不太像话呀 网友们自然是一边倒吐槽 分组赛 这是存心整活吧 陈浩宇组调打其他三组有目有 这不按奥运会开赛门类分组吗 于平仁也忍不住直言相熟 很明显运营是在拉偏价了 把陈浩宇团供起来当亲儿子 其他几支队伍分明就是非平角色罢了 不过这么操作 的确也能制造戏剧张力 为节目增添看点了 老夫说一句玄之又玄的话 这场分组之争 其实暗藏了天大的乾坤 陈浩宇虽然阵容顶强 但不要忘了 他曾在上季节目中 被淘汰的耻辱史啊 所以绝不能掉以轻心 否则还不被干掉 倒是其他几支队伍被低估了 反而还能激发他们的血腥斗志 说不定就能爆冷门呢 水雨争锋 最终久久归一 等着瞧吧 作为小编 我当然是希望嗨到朝野的舞台大战 静观其变就好 综艺成锋2024四宫 黄丽玲Alan以师姐身份回归帮唱 参与蔡文静团的师姐合作秀 当七威前往黄丽玲Alan 蔡文静训练室时 聊起初舞台 一聊就是半天 其中蔡文静还是一如既往的 彭老队长七威的场 但七威最开心的 却不是蔡文静的捧场 而是黄丽玲Alan的好评 因为黄丽玲Alan是专业歌手 黄丽玲Alan在浪姐舞回归帮唱 是做组准备的 比如有看已经播出的出舞台 要是没看被姐姐问起多尴尬呀 即使没被问 自己主动说 起初舞台不也有话聊吗 不至于太尴尬 所以当七威探班黄丽玲Alan 蔡文静合作的 一切都来得及时 面对两位还不太熟的姐姐 黄丽玲Alan就说 自己有看过他们的出舞台 因七威出舞台 七还挺火的 被网友剪成各种段子 七威本尊也有看过那些段子 于是就自己与网友关于七的梗发问 黄丽玲Alan 所以你有看到那个关于狗的七吗 有看到那个雨奶茶的七吗 有看到那个雨闹钟的七吗 尽管七威说起自己被玩 坏的歌颇显无奈 但黄丽玲Alan却觉得 有那样的舞台 且被大家通过各种方式疯传也挺好 还发出疑问 为什么我的出舞台 没有跟你们一样 她觉得七威他们的出舞台好有趣 就是一来就是那种气势 而自己的出舞台 却没什么特别的 但七威安慰她说 不会呀 你的出舞台 我也印象很深刻呀 可能是想要有一个比较反差的呈现 就会觉得 人家的出舞台有反差 都好好看 自己的出舞台没有反差 见对方那么在意这个反差 七威就从另一个角度 安慰对方也会有人可惜我 为什么没有唱我自己比较被大家知道的歌 七威所说的被大家知道的歌 是指自己的经典歌曲如果爱忘了 并解释她当初没唱这样的歌 是因为一想到别人想到她唱这个 她会觉得没意思 就弄了一首新的 但这种行为有点冒险 确实冒险 好则好矣 要是不好音像分就没了 一开始就是面临各种质疑 不过蔡文静个人不觉得那很冒险 因为她很喜欢一 二公老队长七威的出舞台 你忘了我当时叫成什么样子 可七威对这份积极支持这是有点怀疑的 怀疑魅宝是不是为捧场而捧场 就灵魂拷问你有看听完整首吗 浪姐出舞台只有一分半钟的表现时间 蔡文静要真喜欢七 肯定会找完整版听 对此蔡文静很诚实 说她软件上刷到过 可能蔡文静太忙了 没时间认真去翻找出完整版 也有可能她只是个演员 听到这个觉得好听只会夸 但并没有去翻找完整版的习惯 七威得知 对方是刷软件刷到 而非自己找出完整版听的 失落是有一些的 但黄丽玲Alan对七的肯定 说七不错 她很喜欢 又让七威相当开心 说自己在网上看到那么多评论 今天黄丽玲Alan说 喜欢七真的很开心 因为得到在音乐上 有建树的人的好评很重要 这话没毛病 不管蔡文静怎么捧 毕竟是演员 代表的是听众的意见 而黄丽玲Alan是专业歌手 代表的是专业的意见 她要是给出好评 就说明自己的歌确实不错 肯定开心呀 尽管七威在跟黄丽玲Alan 聊了那么久的出舞台 但她其实最想要的 或许还是专业人士的肯定 所以当黄丽玲Alan肯定她时 七威脸上的笑容 比蔡文静极力夸她的出舞台时 灿烂太多了 在上期节目中 陈丽玲的队友们 偷偷为她准备了生日惊喜 陈丽玲感动得泪洒当场 众所周知浪姐的训练强度非常大 姐姐们能在百忙之中 还为她准备惊喜 可见她们的友谊 真诚而又深厚 但当队友们拿出自己准备的生日礼物 却让网友议论纷纷 网友认为 姐姐们之间的人情事故和情商 在送礼这个环节 体现得淋漓尽致 不少网友吐槽 七威实在太空门了 全靠一张嘴 实际上是铁攻击 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大明星七威 真的抠门到 连送朋友礼物都不舍得吗 姐姐们之间的情谊 究竟是真情实感 还是在镜头前演戏呢 七威 只会动嘴地抠门队长 其实这事从一开始 就是七威队长张罗的 尽管当时他们的训练 非常紧张忙碌 确实有些力不从心 但七威反复强调 女孩子一定要过生日 可以看出来他实在是个非常温暖的队长 当初选队员的时候 只能选择一个人的情况下 他选择的就是陈丽君 从节目一开始 他初次见到陈丽君时 就发出了合作的邀请 可见他非常喜欢和欣赏陈丽君 那么到了陈丽君生日 大家都以为他会送一个别出心裁的礼物 可整期节目看下来 网友发现 他全程就是指挥别人做事的甩手掌柜 首先他提出 需要一个上面有陈丽君画像的蛋糕 这个任务就交给杨锦华姐姐来完成 要知道 杨锦华姐姐当时其实有两个舞台需要完成 不仅要准备公演曲目 而且还要准备和师姐的合作秀 但接到队长任务的他也不敢不服从 敢忙硬下 紧接着他又提出 需要录制生日祝福视频 也没说自己亲力亲为 还是交给了别人来做 听起来似乎一切都是由他来安排 但实际又一点力都没出 网友表示 他全程就是动动嘴皮子 那么 七威的礼物究竟是什么呢 是他自己亲手画的一幅小画 看到这个礼物 网友纷纷炸锅 毕竟其他姐姐们送的礼物 要么心意满满 要么价值不菲 对比之下 他的礼物就太普通了 不少网友吐槽 他真是空门 嘴上说得好听 实际一毛不拔 其实对于七威选陈丽君 进入他的队伍这件事 本来网友就非常不满这个行为 网友认为七威就是浪姐的皇族 这个规则 好像就是为他量身定制的 因为队长都是只能选择任意一名队员 到了他这里 就变成了可以任意选择一名队长 以陈丽君的实力和人气 在浪姐是完全可以做队长的 自从被七威选入自己的队伍后 就变成了绿叶镜头都变少了 这次七威送的礼物 更是网友质疑他对陈丽君的情谊 感觉并没有看上去那么深厚 但也有网友表示 李雪芹曾经在节目中说过 七威非常大气 只要你在他面前表现出自己喜欢什么 不久后他就会邮寄给你 或许他私下还送了陈丽君别的礼物吧 刘欣最浪漫礼物 跟七威的话比起来 刘欣的礼物就明显更为用心 他让队友们都对陈丽君说了一句祝福的话 然后把每位姐姐的声音波形都打印了下来 做成了一件艺术品 他对陈丽君说 以后每当你看到这个声音波形 耳边就能想起我们对你的祝福 网友直呼 他真的又有才华又浪漫 其实通过这次浪姐 不少人都对刘欣改观很多 他是玩乐队的酷女孩 但他也是非常重感情的小酷包 网友都很喜欢他和陈丽君之间的互动 刘欣跟别的美女在一起是好甜 跟陈丽君在一起就变成了好豆 网友认为 陈丽君和刘欣虽然在不同的圈子 但他们二人又有着遥远的相似性 两人都实力很强 但性格又非常谦虚 互相惺惺相惜 而且两个人台上台下的反差都很大 台上摔翻全场 台下心思又很细腻 一个是小酷包 一个是小汉包 都是表面很酷 实则内心柔软的真性情女孩 两个人在一起气场很和 相处起来非常自然 春秋大梦祖 集体暖心送祝福 除了陈丽君团的五位姐姐之外 没想到春秋大梦祖也偷偷跑来给她送惊喜 萨鼎鼎送给陈丽君的生日礼物 是给她的小猫咪的 陈丽君有一只小猫咪 名叫棉花 已经陪在她身边七年了 对君君来说 棉花是家人一样的存在 可见萨鼎鼎的礼物也非常用心 让君君很感动 陈浩宇和陈丽君这个双臣组合 无数网友都很磕他们 能看来他们之间感情很深 互相欣赏 互相心疼 虽然陈浩宇没有公开她的礼物 坚持让君君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在拆 但一定也是非常用心的礼物 网友表示太好奇了 柳妍称她的礼物是保值的 经典永流传 虽然没有拆开看 但网友猜测 她送的应该是黄金 柳妍姐姐实在是出手大方 萨鼎鼎 陈浩宇和柳妍三人 从一宫时就跟陈丽君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他们性格相投 相处得非常愉快 即使后来不是一个对了 但他们依旧会亲切地喊陈丽君成对 实在是非常温暖 网友表示很羡慕他们之间的友情 结语 从这次陈丽君过生日 不难看出她人缘真的非常好 很多人或许不太认识她 但她在她的圈子里可是响当当的人物 非常有名 一票难求 她实力很强 但性格却一点都不张扬 非常低调谦逊 但人真诚 温暖 乐于助人 一点架子都没有 当在舞台上队友们给她庆生时 她的泪水也非常真诚 让人忍不住 也要跟她一起流泪 每次节目中她的发言也特别打动人 不争不强 不卑不亢 她从容不迫 淡薄名利 身上有种独特的魅力 人与人之间的磁场很重要 但真诚更重要 她用心对待每一个人 这也是姐姐们都喜欢她的原因